冬奥会到即时四天 听迪丽热巴讲述隋文静和韩聪花华生涯 为北京冬奥会加油 2012年首次参加成年组世界大赛的韩聪 隋文静便获得了2012年四大洲花样华冰锦标赛双人华冠军 2014年韩聪隋文静再度获得四大洲花样华冰锦标赛双人华冠军 2015年韩聪隋文静获得世界花样华冰锦标赛双人华冠军 2015年韩聪隋文静夺得世界花样华冰大奖赛双人华冠军 2017年2月18日韩聪隋文静以历史最高分225.03分 夺得四大洲花样华冰锦标赛双人华冠军 2017年3月30日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2017花样华冰式锦赛上韩聪隋文静获得双人华自由华第一 并以232.06分的总成绩首次加冕世界冠军 并且成为继身雪赵洪博、庞青、铜剑之后 中国的第三对双人华世界冠军 11月4日2017中国杯世界花样华冰大奖赛韩聪隋文静获得双人华冠军 11月11日在国际华联花样华冰大奖赛日本战双人华比赛中 韩聪隋文静以234.53分的总成绩 2017年11月24日2017年国际华联上海大奖赛上 中国选手韩聪隋文静以140.37分夺得双人华冠军 2018年2月15日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 韩聪隋文静以235.47夺得花样华冰双人华亚军 2019年3月21日2019年奇遇世界花样华冰锦标赛上 中国组合韩聪隋文静以234.84摘得职业生涯 第二枚市锦赛金牌 2019年12月7日韩聪隋文静以总成绩 211.69分首次获得总决赛冠军 韩聪三次获得世界青年花样华冰锦标赛冠军 两次获得世界花样华冰大奖赛总决赛青年组冠军 能平昌印封 displaced我 写率动扛冠军 另外路柴冰大奖范 跳脏身基  进行 因此尊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